与前世相比 这凭空多出来的龟庄 让金子瑶十分忐忑 甚至已经到了寝食难安的地步 她总有那么一种感觉 这龟庄会成为她成功路上 最大的障碍和变数 只要龟庄一日存在 她便一日寝食难安 不得不说 人的第六感真的很准 在金子瑶琢磨着对付龟庄时 龟庄也在思考打垮金子瑶的对策 蓝旺基看着手里的情报有点呆 她非常以及根本不理解 怎么自己的兄长又沦陷了 成了金子瑶的兄长 要知道 前世 蓝锡尘对金光瑶有滤镜 还能勉强归结为金光瑶 对蓝锡尘有救助收留之恩 可这一世 蓝锡尘根本就没有邪书出逃 没有和金子瑶有过那理不清洁 还乱说不明道不清的情洁 怎么又变成了这般状况 难道真是传说中的缘分 金子瑶是他擦肩必然回首之人 生来便是为了遇见的天定之人 千生百世 缘起缘灭 一切皆已注定 魏无羡 眉骨头似的靠在蓝旺基的身侧 见他发呆 便探过头去 看了一眼 恍然大悟 道 蓝湛 你别发愁 那个让思明吩咐小鬼儿盯紧点就成 其实 魏无羡前世 对金光瑶的印象不悟 记得 此人长着一张颇占便宜的脸 说话做事 都很漂亮 称得上处事周到 长袖尚武 若不是路判严明原因 估计魏无羡到现在 对他印象 也还不会太恶 还想不到自己前世的悲剧 太半于此人有关 此人正是造成自己前世悲剧的一大源头 蓝旺基点点头 放下手中情报 换了思工进来 低声吩咐了几句 思工点头道 庄主放心 我会转告思明 思工和思明 都是最早被魏无羡的龟庄收留的孤儿中 比较出色的 如今也能担当大任 独当一面了 思明主要负责外面的情报工作 思工负责龟庄内务 思静负责龟庄外头的生意 思中负责龟庄的基本守卫力量 他们在被魏无羡救助收留后 便都冠上了卫性 以为家人自居 是龟庄最为忠诚的力量 看着魏思工离去 魏无羡道 那个金字瑶 倒是与你兄长有缘 不过 泽吾君也未免太轻信他人了 要知道 就算彼此早就熟识 若是没有绝大的利益条件 就算彼此目标一致 也难以真正契合 前景未必太过乐观 何况还是个不知打哪认识的人 这人还是温室的智囊 魏无羡 这一世有前世经历在 有陆畔的提示 有天机道人的教诲 倒是不像前世那样 善良到几乎天真的地步 看人看时也有了极清楚的认识 蓝旺基轻叹口气 站起身 又拉起魏无羡 道 已经让思明盯紧了 兄长当不至于如前世那般泥足身陷 其实 前世蓝西臣的所作所为 蓝旺基是不大能理解的 在蓝旺基想来 做一个人首要的便是分清黑白 善恶 是非 要义恶扬善 黑白分明 明辨是非 要行人间大道 对于众生皆苦 当解救之 对于恶人恶行 当阻止之 或许这个恶人永远没有机会 奈何得了自己 但若置之不理 他又害了别人 却是我的过错 所以 须得除恶物尽 灭绝 危难于萌芽之时 做人 便当顶天立地 养不愧于天 腐无愧于地 除恶既是阳善 该杀则杀 除恶物尽 只要自己问心无愧 出心不移 便是一个真正的人 前世自己兄长 对金光瑶显露出来的恶行的端倪 视若不见 包庇纵容 更在金光瑶恶行已经完全暴露的时候 寻找借口 说什么 有苦衷之类的话开拓 还对金光瑶有保全之意 完全出乎兰望姬的意料 这一事 看来兄长也难免 不过 兰望姬的眼中很快坚定起来 今世 兄长一定不会如此了 自己一定要让兄长认清金子瑶的真面目 魏无羡见兰望姬不说话 以为他还在为蓝西辰担心 道 蓝湛 你要是太担心的话 不如现在就去找泽吾君分说 明白 给泽吾君提个醒 蓝望姬摇摇头 道 不必 蓝望姬心道 兄长不会相信的 而且 金子瑶多半仍旧像前世一般 想要除掉的是魏无羡 就如前世今世纪 淡季于鹰虎符一般 金氏大概就是忌惮 寄云龟庄的力量 自己的兄长多半不会有事 大概就是被利用吧 性命是无碍的 不过 金子瑶注定是要落空的 前世 自己是姑苏蓝氏的蓝二公子 没有能够及时站在魏无羡一边 但今生 自己只是魏无羡的道理 不管前面有什么艰难险阻 自己定会和魏英一起承担 更何况还有师父 有孩子 有藏色夫妇 有自己娘亲 有那么多维护魏英的人在 此刻 见魏无羡担心自己 蓝望姬心里暗暗高兴 道 兄长无事的 我们今日 去仪陵城中走走吧 魏无羡历时兴奋起来 好呀 好呀 不带魏轩蓝玉那两小子 就我们两个去 蓝望姬嘴角一弯 唇边泛起一丝笑意 道 好 说起来 魏无羡一向爱玩爱闹 但从云梦回来后 闷在闺庄有一段时间 没有出去了 此刻 便在那里掰着手指数 我要去吃曹婆婆肉饼 喝豆花 啊 还有糖葫芦 要两串 不 要十串 师父一串 魏轩蓝玉两个小子美人一串 阿红阿紫 蓝望姬宠溺地看着那个口若玄和 滔滔不绝 蹦蹦跳跳地魏无羡 唇边的笑意更浓了 伸手拉过魏无羡的手 食指向扣 握紧 轻声道 走吧 两道奇长的身影一起并肩而行 仙门百家那边 有了金字瑶的情报 这半年多来打了好几个胜仗 也将温氏势力压缩到了关中一线 恢复到了年前的态势 温若涵的小儿子 温潮也在战斗中生死浑销 至此 温若涵的两个儿子全部丧名 仙门百家可以说相当的扬眉吐气 当然 如今 蓝锡尘对金字瑶更是信任有加 便是聂明爵 如今也觉得这金字瑶是可靠的了 只有一个人 在一片胜利的欢腾中 还保持着清醒 聂怀桑几乎是本能地感觉到 这胜利的欢腾中 酝酿着阴谋的气息 然而 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话 连他的大哥也不愿意静下来 听他分说分说 聂怀桑独自坐在帐篷之中 听着外面的喧闹热闹 忽然常常地呼出一口气 自己也许该去一趟龟庄 找一找未凶 毕竟 龟庄的情报还是很给力的 有了情报支持 自己应该可以推测出金子瑶的目的 聂怀桑大叫一声 从床上坐起 心有余悸地看着帐顶 任冷汗混着轻微的喘息 荡漾在夜晚清冷的空气中 他只觉得全身冰冷 整个身体不受控制地哆嗦起来 在梦里 他看到了极其可怕的景象 沉重的黑暗 无边的血色 许久 聂怀桑才将 砰砰乱跳的心勉强稳定下来 刚才的梦境太可怕了 在梦里 他的大哥荷兰 金 将三家一起打头 帅仙们百家围剿了乱葬岗 为无限身死 然后 金光瑶又害死了自己大哥 而且 用的居然是蓝室铭记清心音 而且 居然死后也不得安宁 被分尸碎魂 就算是蓝室铭记清心音笔 就算是蓝室铭记清心音笔 就算是蓝室铭记清心音笔